我愿意用一款 你说这几条小鱼什么时候才能吃啊 那就能吃一条小鱼挂上二连面糊 咋咋吃可香的呢 大家好我是伟哥 前两天我们逮的荷棒 小鱼在中央浪车户里放了好几天了 今天准备把它处理一下 什么处理一下我们拿去放生了 就是得放生了不能吃 就是这桶吗 嗯 太好 放心吧 交给我 咱们都饱饱了 好了小鱼给你们找了一个新家 哎呀哈伟哥 这小鱼的密码你都知道了 你这话说的 小鱼你们到家咯 咱也住别墅 老公你看人家这里面有几条金鱼呢 我们要把这个放进去 金鱼会不会欺负他呀 没事都是我们本地鱼 随随随他来来就好了 你这话说的这生意不是小鱼是不是 这那小鱼就更有得吃了 走喽小鱼你来回家咯 去吧去游泳吧 看太久走了 但这个水有点淋 要不然我们都要给加个加着泡吧 你别胡闹了 这又不是热带鱼 再把这条最大的放进去 他还跑呢 哦 哦 哦 哎呦 他也不愿意去呢 去吧去吧 哦 摔到底下不会受伤吧 放心吧他还勇敢的 没有你想的那么矫情 再放这一条 你们两个好好的哈 再放进了好吧 让他进化一下水池 你慢一点啊 你干嘛自己在这里啊 你不喜欢这个环境吗 那边有小鲸鱼 你去找他们呀 什么不喜欢啊 把他放在一个默奘环境里 你得让他熟悉一下 别放那么多 懂什么呀 这个东西放的越多越好 你说把他养肥了养大了 咱来咱哥再吃一堆东西 行 你看死了这么多小鱼 那你找来你不来 我愿意 用你管 你说这几条小鱼 什么时候才能吃啊 那就能吃 一条小鱼挂上二连面糊 咋咋吃可香了呢 这种炖鱼汤喝好喝 你得让他长大一下吧 太小了 小鱼啊 你们可要慢慢长大 老公一直惦记你们呢 哈哈哈